hello大家好 我是撞森 女生想给男生买礼物 选择剃须刀准没错 前两天我就刚刚收到了一款剃须刀 一到手 菲利普电动的进口刀片 透明的机身 这一定不便宜 抱着好奇的态度打开某宝 怎么这个才不到200块 难道是定金 仔细翻阅之后发现这一款原来这么便宜 但是外观也太好看了吧 直击我的少男心 我平时也是一直都在使用菲利普的旋转式剃须刀的 我的是S5000系列 价格也不贵 只有500左右 感觉挺好用的 那么这一款价格不够200元的S1108 究竟好用吗 本期视频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这一款剃须刀外观非常科技感 采用了透明的材料 可以隐约看到内部的结构 男孩子出差 为了自己的仪容仪表 背包里肯定有一把提取刀的 我之前觉得刀片似的很轻巧 用过一段时间 干刮虽然慢 但是不太容易划伤 配合酒店里提供的泡沫使用 难免会割伤皮肤 虽然会刮得很干净 但是用过之后 脖子下总是会显红色 所以我深知电动提取刀的高效很易用 旋转式提取刀好不好用 跟刀片锋利度 与面部贴合程度 电击转速 切割效率有关 这款提取刀与面部贴合还算不错 转速感觉没有那么快 使用过后 在浮动刀头的帮助下 以及刀头旁的流线勾槽设计 可以引导胡须更好的进入切割位置 剃的确实还算干净 但是在使用S1108之后 感觉下边有些红 可能是与面部贴合出的材质是镊片合金有关 大概有20%的人会对镊过敏 而我用S5000就没有这种感觉 提取刀也是支持全身水洗的 这对于清洁提取刀来说很是方便 但是这款提取刀没有保护盖 外出带着的时候 感觉还是容易误触打开盖子 导致胡渣散到背包里 而且充电的时候 红光会一直亮着 无法知道到底充没充满电 只能大概自己计算的时间 总的来说 这款提取刀 我是觉得可以满足我的日常使用需求的 但是有一些缺点 但是这个价位就摆在这里了 外出的时候只要有电 并且能给我剃干净 我觉得就可以了 对于这款S1108提取刀 你们觉得值吗 欢迎在弹幕中打出来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也欢迎一键三连 我是壮森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